你完全扭曲了 總統參選人韓國瑜今天到南投 在南方工業區座談時 中小企業主希望 為外勞設置休閒專區 韓國瑜認為可以研究 但會後受訪居然槓上記者 集中管理不覺得涉及歧視 我有說集中管理吧 我有說集中管理 你的問題好像扭曲了我的 他剛剛的問題是外勞出缺 那你建議要設置專區 那你也同意嗎 不是 我沒有 你完全扭曲我的講話 韓國瑜氣噗噗 認為記者故意扭曲問題 他還要記者一字一句跟著他念 如果外籍移工需要一些休閒區 政府可以去思考 麻煩你重複我的講話 休閒好嗎 重複一遍好嗎 韓國瑜怒了 再解釋一次後轉身就走 剛才外籍移工到了假日 如果需要一些休閒的地區 政府來思考一下 這是完整的假日 麻煩不要扭曲我的假日 非常感謝你 不過時間回到韓國瑜暴怒前 他可是炮口朝內 打臉國民黨立委陳學勝 因為陳學勝爆料 韓國瑜上朝到的豪園造勢 疑似被卡寒 無法去龍岡派出所上廁所 讓韓國瑜憋妙跑行程 長達兩個半小時之久 我覺得派出所都很友善 而且我在外面如果說想要洗個手的話 會去派出所借一下 各地都會出場 因為這裡沒有什麼分別的事 不僅陳學勝連李嘉芬也是 昨天李嘉芬在一場活動中 力挺韓國瑜喊出的 學代免利息政見 他如果不教 他可能有男人之餘 那政府也就給他吃了吧 韓國瑜是這麼幫嘉芬姐解釋的 嘉芬姐昨天在台中講 真的不行政府就吸收 這是一個形容詞 其實就是說政府會伸出援手來幫忙 讓青年學子往前衝